我注意到昨晚發了個稿,政府說政務司司長和幾個部門在研究究竟那塊沙頭角禁區那塊地,究竟是什麼情況, 為何媒體披露解放軍已經用了幾年,明明那塊不是軍地, 今天特首再回應,還未有進一步消息公佈,我自己真的很失望, 因為到媒體披露,如果我沒有記錯,應該已經兩天鬆一點了, 其實這件事也很簡單,為什麼呢?因為香港的軍營,香港的軍地是要公佈的, 就是有一個公佈的,明顯那裡就不是軍地,這是第一件事, 不會無端端解放軍找了一塊地,然後就變成軍地,不會的, 第二就是,我也退一萬步,有沒有可能說有一個農民或者某一個地主, 那他就私下轉讓賣了一些地給解放軍,然後解放軍就說, 那他自己就是解放軍有錢了,就買了一個地,然後就可以團兵了, 記住,這個呢,我不知道外國的行不行, 不過香港根據駐軍法,根據香港的法律,就不行的, 就是不能說,譬如說今天某個地主賣了個地給解放軍, 解放軍就變成,就可以立刻駐兵,不是這樣的, OK,這些全部的所有事情,尤其是軍隊的調動,駐兵,哪個位置, 其實全部都是由中央軍委去決定,而他會通報了特區政府, 所以呢,如果特區政府查一查,他自己沒有通報過, 根本就不可能有一個地方,無端端會駐解放軍, OK,那我覺得這件事是相當嚴重的, 本來我也在第一天說了,然後我就說希望政府可以盡快搞清楚, 但是似乎現在,我不知道這些政府,好像連自己, 連這麼ABC的事情都搞不清楚, 我不知道究竟是不是他搞不清楚, 不過呢,可能他內部跟解放軍, 可能去到中央,然後跟解放軍去搞清楚究竟是什麼回事, 以及怎樣可以宣佈那個處理, 但是我覺得第一件事就是, 事就事,實就實, 那裡不是軍地,不是賣了憲報的軍營, 就不應該會無端端有解放軍駐紮, 這個是很清楚的, 政府起碼要出來解釋和澄清這件事, 至於,究竟怎樣將那件事解決呢, 你還可以第二步, 但是如果你現在這樣講到, 究竟是不是解放軍是合法地, 合理地來駐紮在那裡呢, 那這個就很大問題了, 就是你這樣也搞不清楚, 第二,為什麼我在第一天講過呢, 我覺得今天要重複, 大家知道呢, 現在呢,所有事情都很敏感的, 中美呢,一個貿易的無殘, 為什麼我又講到中美呢? 因為美國一向都很關心香港那些, 受管制物品, 不確定是條約, 所有事情呢, 究竟香港是不是一個實體, 可以去執行自己的法律, 以及承諾了國際社會能夠做到的事情呢, 是合理,客觀, 全面這樣做呢? 如果我們, 大家記得呢, 就在十幾年前已經, 在美國的聽證會裡面, 已經在吵著, 就說, 香港的解放軍車, 就算過境, 那些check point, 究竟我們海關啊, 究竟可不可以去 check 那些違禁品呢? 就是戰略物品等等, 已經有美國的參議員關注, 開了會來特意聽證會, 現在, 原來你還有一塊地, 那個報道說, 你簡直可以自出自入的, 根本就連check point 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 那裡不是關口來的嘛, 那當然不會有海關在那裡, 如果海關在那裡, 那就更嚴重, 因為原來海關知道了這麼多年了, 都不管了, 不說上去的, 那就是根本就是自出自入, 他喜歡運垃圾也可以, 喜歡運武器也可以, 喜歡運錢也可以, 喜歡運毒品也可以, 任何東西呢, 有秘密通道啊, 走私物品也可以, 喂, 這樣, 那我們怎麼可以告訴國際社會, 香港是一國兩制, 香港是有一個戰略物品啊, 核不擴散條約啊, 等等那些, 洗黑錢啊, 所有的東西, 是香港會有一個獨立的體系, 來控制, 以及監管的呢? 我們講不到啊, 穿了個洞啊, 而是明穿的洞啊, 這麼誇張啊, 想都沒有想過, 通常那些走私人, 就是在那些什麼, 吊索, 大家看到嗎? 那些Iphone啊, 地下挖條路過去啊, 有的而已, 我們解放軍自己, 開狠摘地, 然後連住深圳, 然後跟著自出自入, 喂, 嚇死人啊, 大哥, 是不是? 這個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 甚至提升到, 會不會解放軍自己內部有些不法的集團, 走私, 甚至是其他的, 不見得光的東西呢, 走錢, 這個可能習近平也有緊張啊, 是不是? 不知道是不是經過地下錢莊, 走錢啊, 因為沒得查嘛, 是不是? 現在我們就知道, 如果你帶超過不知道十萬元, 過境是要找九民的嘛, 又有關的嘛, 又要報的嘛, 那裡什麼都不用了, 是不是? 喂, 所以呢,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軍營, 最怕那裡, 就是有部分的不法分子, 就裝作軍營, 然後跟著呢, 就自出自入, 所以這個問題呢, 是很嚴重, 而且是影響到, 香港在國際那個, 一些重要的條約, 的順譽, 和執行的問題, 就不是只是說, 咦, 為什麼這麼奇怪呢? 你問我, 我真的覺得挺奇怪的, 就是我看了報道的時候, 我初頭說, 不是吧, 為什麼呢? 因為, 到現在為止, 解放軍在香港, 仍然是軍紀嚴明的, 他又封閉式管理, 又沒有出來, 那變成呢, 就以往, 譬如英軍, 都有一些醉酒鬧事啊, 彎仔那些, 那些, 香港軍人沒有聽過的, 有時候會有一些軍車, 和香港的車, 在交通要道, 碰過一下, 但是so far, 我沒有收過任何一個市民說, 喂, 撞了之後, 沒有得到合理的解決和賠償那些事情, 但是突然間會做一單, 咦, 為什麼我們的邊境, 究竟這個, 是不是秘密的基地呢? 是不是真的有些事情, 我們國家安全的事情, 所必須在做, 而特區政府都不讓他知道呢? 我不知道, 不過我就暫時, 就不相信是這樣的事情, 就是這麼奇怪的事情, 我只能夠說, 就是, 希望特區政府, 強力反映, 還有呢, 我相信, 如果有人違反軍紀, 國法的, 或者香港法律的, 就予以嚴厲取替, 以及跟隨, 今天早上, 剛剛林鄭就說, 說習近平的那些說話, 很鼓募他們, 覺得可以消除, 因為他也有任何人, 說會繼續特兴, 說說國兩制, 覺得習近平的說話, 已經釋除了很多人, 近日, 對國兩制, 受到衝擊的意外, 那你自己怎麼看, 有發生的, 馬海, 也進不來, 現在又加上, 邊境這件事, 我覺得, 會受到衝擊嗎? 一國兩制, 確實在這幾年, 受到衝擊的, 尤其是幾個月更加, 當然, 你由國家主席親自去講, 尤其是, 所謂開放改革, 40年的時間講, 多少都, 講的好過不講的, 不講的更嚴重, 坦白說,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已經關注到, 會不會習近平和, 開放改革的設計師, 鄧小平先生, 會不會根本有, 不是很接受那個理念, OK, 所以連他南巡, 提鄧小平三個字都沒有提過的, 那說出開放改革, 不講鄧小平, 那是誰呢? 是吧? 不會只是講習仲勳的, 當然是講鄧小平的, 大佬, 全球都好, 任何政治學者都會這樣講的, 是吧? 當然, 在這個時間, 他提起開放改革, 一國兩制, 甚至記起說, 香港也有功勞, 不會忘記, 這個其實以往都講過的, 來七一的時候都講過類似的事情, 再講呢, 是不嚴侵的, 都是好的, 不過, 但實際上, 你要給別人的做法, 開放改革, 開放改革, 不只是經濟, 如果, 他這次講的意含意, 就只是經濟, 而原來呢, 其他範圍是倒退的, 倒退過, 還倒退過97年, 7月1號, 回歸那秒鐘的自由, 香港, 還差過那時候, 還差過那時候的法治, 那香港就糟了, 不只是經濟發展嘛, 是吧? 所以我就覺得, 希望, 在講這個開放改革之餘, 其實, 要講的呢, 後續就是, 政治, 自由, 法治, 的發展, 這個才是配合到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甚至配合到香港, 去貢獻國家的發展, 都是重要的, 如果你把香港拉後, 以便融合, 其實這個是浪費的, 反而對國家不利, 這就是我們的看法, 我只能夠講, 講好過不講, 但是, 實際的行為, 是, 法治, 人權, 民主的進程, 自由, 這些東西, 香港, 在政治的發展, 是倒退的, 發展 文詩师, 一個wahli劃金融中心升平坡, Hong Kong is no longer a self-contained regime who can independently enforce our treaty with our international partners on strategic weapons, strategic commodities or even anti-nuclear proliferation I remember in 10 odd years ago there is a senate hearing in US who is concerned with the Hong Kong's regime especially whether the PLA car would be surged by the customs and whether the strategic commodities international treaty will be honestly and fairly reasonably enforced if there is a secret site which have a direct access to the mainland without checking point without any custom manning the border I think how can we convince the international partners that we have a good enforcement regime? no therefore well now it is a big row between the Sino-US trade wars I think everything is sensitive and if Hong Kong is also in the spotlight by having a secret channel of transporting anything which is in control under international treaty from Hong Kong to mainland and back I think it is the worst case that Hong Kong will be pinpointed and be well in the worst scenario be cancelled the special status within the trade of trading of strategic commodities regime how should they definitely react? well I think it is very strict forward that I am investigation because I am quite amazed that after 48 hours of the exposure of the news on the site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cannot even confirm that the site is not a PLA site because the PLA site is cassetted under our regime cetic regime so there is no way that that site will be suddenly and with permission from anybody to be occupied by PLA and especially with a special access directly to mainland I think there is a horrible thing that is totally inconsistent with the image of the PLA so far for the last 10 or 20 years being quite disciplined forces who display high degree of discipline among the officers and as a whole I would call on the government to reflect to the very top of the PLA not if not to the chairman of the military commission that this is a serious matter and must be seriously punished and investigated and investigated and for the you 谢谢观看